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知情人士透露 洪昭光教授本人曾患有严重的关心病和高血压 他曾计算过 正常人的寿命最短可以达到100岁 相当于人生生长周期的4至7倍 据他的观察 一个人的寿命可以从最后一颗牙齿出现的时间计算 通常在20至25岁之间 一个人的寿命应该达到100岁 取决寿命的关键时期就是人生前60年 很多人60岁前就慢性疾病缠身 身体核心里双重痛苦打击 难想长寿 洪昭光教授生前总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向大家分享健康科普 本期影片整理了一些 希望大家能谨记 为了健康长寿 需要从各个方面做出改变 一 高血压千万别碰几样食物 一 榴莲 榴莲虽然富含丰富营养 但不适合高血压患者 榴莲具有高热量和糖分 这对高血压患者来说并不理想 同时 糖尿病患者也应该避免榴莲的摄入 因为其含有较多的糖分 此外 榴莲富含纤维素 在进入肠道后会吸水膨胀 有可能导致肠道阻塞 引发便秘问题 因此 有消化系统敏感或存在便秘困扰的人 也应当谨慎食用榴莲 二 柑橘 在日常生活中 一些人喜欢用陈皮泡水饮用 认为这样有助于降压 同时 有些人可能误认为柑橘也有类似的效果 然而 高血压患者最好避免食用柑橘 因为柑橘可能引起上火的现象 进而导致流鼻血的情况 对于高血压的人权而言 流鼻血并非可以忽视的小问题 在饮食选择上 建议高血压患者根据医生的建议 选择适宜的食物 避免摄入可能引起不适的食物 柑橘等酸性水果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对个别人群引起不适 因此在饮食上需谨慎选择 确保符合个体健康状况 三 西幼 单独拿出来看 西幼是一种非常健康且受欢迎的水果 不仅在国内 在国外也备受喜爱 有研究发现西幼对稳定血糖有益 因此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种适宜的水果 然而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需要注意西幼的摄入 西幼果汁中含有一些成分 如富南香豆素和幼皮肝等 这些成分可能影响药物的作用 对于正在服用药物的高血压患者来说 与西幼一同摄入可能导致药物的效果增强 对血压的控制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高血压患者在享受西幼的美味时 最好在医生的建议下控制摄入量 避免与药物相互作用 确保合理的饮食选择有助于维持血压水平 四 葡萄 葡萄是一种我们日常常见的水果 富含高含量的铁元素 对补充铁粪有益 然而 葡萄本身含有较高的热量 尤其是那些甜味浓郁的葡萄品种 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 控制高热量饮食是重要的 葡萄也属于其中的一类水果 尤其是蹄子等水果 更是高血压患者应该少吃的水果之一 除了高热量之外 葡萄和蹄子等水果也含有较高的自然糖分 因此在摄入时需要注意 以避免增加血糖的风险 五 梨子 梨确实是一种有良好清热生金 润造止咳功效的水果 然而 由于梨同时具有降低血压的作用 对于一些高血压患者 特别是正在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 建议适量食用 不宜过量 过量摄入里可能导致在原本已经通过药物降压的基础上 再次降低血压 从而影响到正常的血压维持 一位患有高血压的老人 晚上起夜时不慎摔倒在卫生间 急救车赶到时 老人已经深度昏迷 后续的CT检查显示出大面积脑出血 令人困扰的是 老人多年来一直坚持服药 成功地控制了血压水平 按理说 这样的状况不应该导致脑出血这样的严重后果 进一步了解后 得知 这次致命的脑出血源于摔倒造成的剧烈撞击 而摔倒的原因可能是老人夜间站起过快 导致体胃性低血压 对于老年高血压患者来说 降压治疗过程中容易发生体胃性低血压 这是因为老年人的血管压力感受器敏感性减弱 血压调节功能下降 再加上降压药物对血管的扩张作用 当发生突然的体胃变化时 比如从卧位或座位迅速变成直立时 就容易出现体胃性低血压 由于重力的影响 血液会突然涌向下肢 导致大脑攻血不足 可能引发晕厥和摔倒 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 发生摔倒并头部撞击硬物都可能带来生命危险 而对于身体老化 血管脆弱的老年人而言 摔倒的风险更大 尤其是在卫生间这类地方 洗手盆 马桶等物件通常都是坚硬的陶瓷 一旦摔倒 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因此 正在服用降压药的老年人 在起床食物必要慢行 可以先在床上坐上一分钟 然后将腿锤在床边 再坐一分钟 站起来时候 用手扶床等待一分钟 通过这样的过程 可以在三分钟内有效避免 大多数体位性低血压的发生 对于家中的卫生间 最好安装坐便器 平时要避免过长时间坐在马桶上 排便后也应该缓慢起身 手扶墙壁 稍等片刻 确保身体没有异常在行动 如果条件允许 可以在马桶旁边安装扶手 以提高安全性 高血压 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我们熟知的钟南山院士 就是一位多年的高血压患者 如今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他 身体状态看起来 甚至比年轻人要好 这几个经验值得所有人学习 一 坚持吃药 一坚持就是二十多年 确诊高血压后 钟南山院士一直定时定量的服药 如今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年 坚持服用药物可以帮助控制血压 还能预防血压过高对脏气造成的伤害 二 早期干预 早发现早治疗 控制高血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早发现早治疗 除了要积极用药外 日常还需要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这样做可减少患者对于降压药的依赖 三 坚持运动 锻炼像吃饭一样重要 1936年出生的钟南山院士 将运动当成和吃饭一样重要的事项 从小他的体育成绩就十分突出 现阶段还能和年轻人在篮球场上一较高下 可见运动给他带来的获益 四 健康性疾病的风险均会上升 可以说把肚子搞大是一种自杀行为 中年发福真的不是福气 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人员 曾对一千位接受过心脏手术的心脏病患者 血液组织样本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 肥胖患者血液内WNT5A蛋白含量 超出了正常预值 这些人体内的动脉斑块积聚过程会更快一些 而斑块是阻塞动脉 诱发心脏病 中风发生的罪魁祸首 简单来说 肥胖会直接损伤血管 增加罹患心脏病的风险 三 别把血管搞得太幼 血脂高 胆固唇高 动脉内膜就像北京烤鸭一样 又胶又脆 一脆一裂就出血了 洪昭光教授指出 血脂高 胆固唇高是很多人身上存在的问题 这就好比水管内油粪便多 导致正常的循环出现障碍 出现堵塞的几率会显著增加 且油脂多的血管会变得特别脆 我们都知道脆的东西很容易裂 一旦血管裂开 异常出血会导致心肌梗塞 猝死发生 血脂过高容易引起动脉发生硬化 而动脉硬化会导致动脉管腔狭窄 如果发生在冠状动脉 则会引起心肌缺血 诱发关心病等发生 秋冬养护血管 可以多吃它们 便宜的才几块钱一斤 清理血管 防血栓 一 芦笋 神农本草将芦笋列为上品之上 称酒服不仅能清身 还有益气延年的功效 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 芦笋引接热气 力小便 具有润肺 阵壳 驱痰 杀虫之功效 称其能解诸内毒 中华一点 更是祥数芦笋富含蛋白质 氨基酸 维生素 胡萝卜素 膳食纤维 以及钙 磷 铃 铁 铜等多种营养成分 营养价值极高 芦笋中所含的大量 芦丁 维生素P 以及胆碱 甘露聚糖等成分 能够有效地保护毛细血管形态 及功能 在降血压的同时 还可保证血液的清洁 有效清除血脂和代谢废物 预防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二 枸杞 枸杞是我们平时比较常见的一种滋补食材 它含有丰富的亚麻酸与亚油酸 这些物质能够促进体内的胆固醇排出 从而能够有助于预防血管硬化 疏通血管 三 大豆 大豆的营养价值比较高 它含丰富的蛋白质 矿物质 矿物质 维生素 卵磷汁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元素 而大豆中含有的卵磷汁能够有助于乳化分解油脂 它可以将附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与脂肪乳化成微粒子 然后加速人体代谢出去 有助预防血管堵塞 四 肌松绒 肌松绒药用和食用价值都很高 特别是含有的多种活性多糖 比灵芝还要高出五倍左右 直接作用于免疫力 通过增强肌体的免疫系统 其富含的核酸、亚油酸等成分 能抑制胆固醇的生成 扩张血管 促进血管壁再生 具有改善糖尿病 降胆固醇 增强精力 改善动脉硬化 防治心血管病等功效 将肌松绒、卤笋、枸杞、大豆等食材搭配 经过熬煮或益生菌发酵 可以得到肌松绒和卤笋的复合液 综合利用到各种食材的有效成分 协同达到清理血脂的目的 当然 两种途径各有千秋 一般我们会更推崇益生菌发酵的现成品 因为经过益生菌的作用 会更利于人体的吸收 让血管自然也更到位 四、别总是坐着不动 保持运动对健康至关重要 不仅能延长寿命 还有助于预防多种心血管疾病 根据洪昭光教授的观点 运动有助于提升血液弹性 增加肺活量 并降低心率和血压 然而 现代人普遍长时间久坐 对健康不利 长期缺乏运动会导致体内肌肉减少 心脏功能储备下降 若再加上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血液中的甘油三脂 低密肚脂蛋白和胆固醇水平可能升高 导致动脉硬化 最终引发观心病 在冬天 由于气温较低 人体肌肉和韧带会自然引起血管收缩 增加粘质性 降低伸展度 导致关节活动减小 容易发生拉伤 因此 可以考虑将灌肠的快跑调整为慢跑 将晨跑安排在上午十点以后或下午进行 这样可以有效避免过度身体消耗 同时减少对身体的潜在伤害 五 别忘记了每天洗洗心 洪昭光教授认为 车脏了去洗车 衣服脏了去洗衣服 人脏了天天洗澡 而唯独忘了洗洗心 现代社会人的心态普遍浮躁 物欲横流 若长期忽略心灵的清洁 心静可能变得不纯静 然而想要洗净心灵 这并非依赖他人 而是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 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健康100分钟的指数 遗传因素占15分 环境因素占17分 医疗因素占8分 而生活习惯则占60分 在这60分钟 有30分归于心理健康 心脏被认为是一个情绪器官 在愤怒状态下 人体容易经历血压升高和心率增快 长时间这样可能导致心脏损伤 从而引发心脏疾病 当心脏健康出现问题时 身体会发出一些异常的信号 因此需要及时注意 并寻求医学检查 心脏疾病常伴随一些明显症状 一旦发现这些症状 务必及时就医 1. 胸痛 胸部疼痛是较为典型的心脏病信号 胸口会有持续两分钟以上的压迫感 痛感且会放射至前臂 肩膀 严重地甚至会扩散至右臂 2. 呼吸困难 一些心脏病患者会有呼吸急促 感觉气息不够用的症状 在休息后情况可以缓解 但继续走动时 症状又会再次出现 3. 忽然间大汗淋漓 日常突然大汗淋漓 伴有胸温 气喘等征兆 不运动时莫名出汗 夜间睡眠状态下莫名出汗 发热 都需要警惕可能是心肌缺血缺氧导致的 4. 无法消散的疲劳感 在日常正常活动后会明显感觉全身疲惫 甚至于连走路都觉得费劲走不动 大约有两成的患者在发作前会有一段平静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 我国2016年居民死亡总数为967万 其中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为397.5万 占比达到了41.1% 是我国群众的第一大死因 对此 所有人都需要引起重视 注意关爱心脏 守护健康 心血管疾病对于健康威胁很大 且有很高的致死率 日常一定要多加注意生活习惯 尽可能预防其发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